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有新老板的到来 掌声欢迎 金润珍珠集团董事副总经理周硕 掌声欢迎 还有新的人力资源专家 杨海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不只对我感兴趣是比较极端 如果我想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达到 朋友对我的评价是 我这个人不能伸脚 做一件事情 针对事情不对人 我们不大顾及别人的心理的感受 常与同好无尊高下 不宜傻瓜论的安长 李爱伟女23岁安徽人中央美术学院 本科家居产品设计专业 我叫李爱伟 来自安徽省合肥市 今年6月份即将毕业于 中央美术学院家居产品设计系 产品产业化研究方向 在校期间我曾多次获得优秀个人 和优秀作品奖和奖学金 我的实习经验有 设计网站的实习编辑和实习设计师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我的一项企业是互联网类和设计类的公司 求职的岗位是与建筑室内 家具平面设计相关的设计岗位 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 宁与同好增高下 不与傻瓜论短长 谢谢大家 记住啊 今天的这位选手 如果觉得是他同好的 可以跟他一争高下 如果是傻瓜的 就别自讨没趣了 我听说你的性格很极端 要求完美 有点 其实也就是对于 艺术的一个追求吧 首先呢 我是一个理科生 我并没有像大多数的艺术生一样 有从小的美术基础 我是高二的时候临时洗艺学的艺术 父母是不同意的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信心能考上全国最好的学校 因为比较偏激嘛 就是在家里 首先跟父母就说 你必须得让我学艺术 否则我就会 我想跳楼 随后父母就同意了 其实我是能理解的 因为我们每个男孩子女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 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些小叛逆 而且坦率来讲 我觉得他是聪明的 因为他不会对每个人都做同样的这样的威胁 因为他知道父母对这个事是最痛的 李爱伟提到他自己很极端 其实站在我的角度 我觉得他是并不是极端 有自己的坚持 有自己的选择 这是非常好的 不让学美术竟然想跳楼 你说这孩子得有多任性 别跳楼了 以后跳床 那高度就没事 我想请问一下 除了跳楼相威胁 当时有没有提出什么理由 说服父母去支持 我当然了 因为毕竟我还是理性思维比较偏的 我是先是分析了 因为我以我当年的理科成绩呢 最多我考到一个一本的院校 如果我加上 我虽然没有扎实的艺术功底 但是从小还是有些 绘画基础的 那么两者相加 我觉得我一定能考上一个 更好的学校 我才能考来北京 佛洛尼的蔡明 你那应该有很多 搞美术的一些学生 是吧 这些做艺术作品 创作的学生 是不是有的时候 在行为方式上 因为要求完美 都会相对于走极端 这样的话 对于工作会不会有 和合作之间 会不会有太大的障碍 这个我们公司 确实最难缠的就是 做设计创业部门 那你如何处理呢 就是我们是 第一呢 公司有一定包容度 因为有创业的人 往往都比较个色 比如像我 我就觉得 我就挺难缠的 那但是呢 这个到最终 我现在明白了 就是完全的创业 只能做艺术家 不能去企业 所以美院的人 往往就掰不开这面 是我要当艺术家呢 我还要做一个商业 这事分不清楚 分不清楚 就人生就混乱了 当然了 就是我从大一 就已经意识到 单独的做设计 就是只从美观的角度 不考虑商业价值的话 这个设计 其实是不落地 不成立的 所以呢 我从大一开始 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还有的 应聘岗位是 产品经理助理 我想更系统的学习 从管理的角度 商业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设计 这样子的设计 其实才是更有价值的 今天要是应聘不成功 你不会跳楼吧 不会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你要求薪金多少 八千家 八千家 有地域的限制吗 北京上海 除此之外 一概不考虑 不考虑 为什么呢 我觉得做设计 图长比较重要 他简历写的是五千到七千 为什么那边上面 写五千到七千 这都变成了八千呢 最低薪酬 那个简历数 我在没有 就是没有工作经验 就是没有跟同行交流的情况下 你跟同行交流得出了什么 为什么要突然之间加了三千呢 如果说单纯做设计考 可能是五千到七千 然后我的意向 还有一个产品经理的助理 我希望从管 加了一些是想从管理的角度 那产品经理 你助理你都没做过 你怎么还更高了呢 对自己有期待吗 好 行吧 第一轮选择虚火流 还有十一盏 天生我有才 谢谢大家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PPT 来看看你的PPT 好看不好看 第一张PPT呢 当然了是我的基本功 是一些软件的应用 好小看不清 对 那好的 谢谢下一张 用设计说话 那么这个呢 是我去年城市 经历的一个优秀作业 这把椅子呢 叫做起承转合 那么左边第一张图的时候 是正常使用的一个状态下 是一个婴儿椅 第二张放下来的时候呢 是一个成人可以坐立的椅子 然后在他再生下一代孩子的时候 又可以变成一个婴儿椅 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起承转合 传承的意思 谢谢下一张 第二张顿的是我前年的一个 藤边的八台椅 那么这个课题呢 是我们是到山东 做藤边工艺的一个课题 我当时想的是一个 从材料的角度想 单纯的藤边家具呢 它容易变形 然后并且呢 不符合现代的家具的使用 那我觉得现代家具 特别是年轻人会喜欢八台椅 那能承受多大的重量 成年人没有问题 两百斤没有问题 它散热比较好 然后它的可塑性比较强 它也有弹性 来下一椅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款 我为就是故宫的纪念品 衍生品的一个比赛设计的 一个杯垫产品的灵感 来自于故宫中轴线上的窗花 每个宫殿的窗花 其实是不一样的 它是有一定的等级的分别的 然后这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些 室内设计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这样 看你的这个PPT啊 我觉得你很有才华 所以你对于 比如说互联网的 这种网页设计 UI设计 这方面有兴趣吗 有兴趣的 有一些作品吗 没有 只是普通的平面作品 UI设计 我是怎么说 有这种意向 也去了解过的 因为我 就是想学习的面 还是挺广的 不深 只能说了解 我未来对自己的职业规划 是想做一个产品经理 就是一个广泛的产品的管理者 但行业你得先定啊 行业 互联网行业和传统的设计行业 我都考虑的 张浩白有什么意见吗 你的8K 如果说你不想进互联网行业 或者说你对互联网行业没有了解的话 我估计其他行业对一个应届毕业生 恐怕很难给到你这样的一个数字 对 是啊 所以我估计你可能你刚才交流的同行 可能是互联网行业的吧 对的 这个8000万钱 我觉得对于每人学生来说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正常的工资 你可能不知道自己价值在多少 对吧 咱也不说5000队8000队 你的同学师哥师姐 大概应届毕业的时候就业的收入多少 就是5000田的5000到7000 对吧 那你今天怎么 现在我觉得你肯定 没人会给你出的8000啊 你能重新定个价啊 我问一下第一个问题 在接下来的提供岗位的过程当中 如果在产品经理和设计者 这两个岗位当中 你偏向于哪个 产品经理 偏向于产品经理 那么产品经理 助理 对 产品经理助理 8000要不要调整 你刚才已经听到大家的意见了 是否需要调整 要不我们听一下专家的意见帮你 帮帮你好不好 我认为可能给不到这个价钱 在我心中也就是5K 5K 那设计呢 也就5到6K了 来 杨海你是意见跟他一样 我稍微不太认同他的观点 因为产品经理跟设计师 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岗位 因为那个设计师强调的是 他的艺术性啊 当然也要跟功能性结合在一起 产品经理更关注的可能是 他比如被用户接受和喜爱的这个程度 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两个岗位 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呢 其实我认为这个价钱还算靠谱 你的意思是说产品经理助理8K 你觉得合适 这个呢 我相信在互联网公司或者游戏公司 你应该能找得到 我觉得8K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还真没听说哪个公司找助理 找个完全没经验的小白 还得给8K 不不不 产品经理的助理 他具有设计的基础 这样就已经跟很多的应届毕业生区分开了 有基础 那你知不知道天美央美这些艺术院校 没错 他们的整个连50%的专业就业率都不到啊 没错 那你说有专业基础可以找到工作吗 那是因为有大量的人员 他是这八大美院 他会向艺术的方向去发展 而他愿意不向艺术的方向发展 而向这个用户体验去发展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具有这方面的潜力 这是我的印象 刚才我一旦说 我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来 我再问确定一下 第一项还是产品经理首选 对 愿不愿意调 不调 因为我对我自己有信心 经过那个HR 现场HR的客观的评价之后 我又捋清了自己最原始的演讲的思路 我对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 倒是肯定的 所以我当然我坚持了八千加 我作为一个设计师的角度来说 做产品经理 这个有优势 有优势 真的是有很大的优势 每一个人皆有潜力 但是今天我们面试是你当下的价值 我知道 对吧 我们已经为你当下的价值买单 赌你未来的潜力了 为什么还要让我们透支潜力呢 我并不认为它完全是这种非常离谱的透支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刚才说的也很清楚 互联网公司或者游戏公司 我相信不是特别离谱的价格 包括我觉得到校园招聘 我走过很多学校 在很多学校里面 互联网公司 我就不说名了 随便贴一个海报 都会承诺给到10K左右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 在座有互联网公司 我真不是觉得它很离谱 我们在座有互联网公司吗 张伯 你出多少钱 你如果是你 我能满足他 李爱伟提出的八千的月薪 如果他的能力模型 跟他应聘的公司的这个需求的人才模型 是匹配的话 其实我坦率讲 我认为八千其实是比较合理的 我这边因为是其实非常对口 我是互联网公司 我们的业务有一块又涉及到家居家坊这个领域 然后我也需要很强的买手跟设计师 所以我觉得它跟我的需求非常平衡 所以在这我特别想问人力资源专家一个问题 刚才似乎把矛盾点集聚在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好像互联网公司有点任性 它可以给这么高 而传统行业 它更多的在审核的过程当中会更为理性和客观 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 因为互联网公司 不完全还是有一点 还是有的 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创业的时候 互联网公司不差钱 我觉得我能解释一下 不是 我觉得安伟 互联网公司解释一下 天黑路滑 你自己睁大眼睛 你现在都不用用跳楼来威胁 就有人能满足你的梦想 我解释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子 人才的价格永远是供需决定的 就是没有说这个人到底值多少钱 如果很多人抢 他就是很贵 那互联网公司呢 现在就是在抢人的状态 互联网公司太多 大家对人才太可求 所以人才价格真的是水涨算高 其实不是了 我觉得在互联网行业 产品经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岗位 跟你可能理解的这个产品经历 其实不太一样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也是互联网公司 互联网公司是不是普遍的薪酬 都比传统公司要高呢 跟大多数传统行业相比 可能会有一些优质 因为我在这主持这么长时间 我发现互联网公司都是财大忌粗 但是图雷老师 你要知道互联网公司的工作强度 是非常高的 每天睡眠大概就是五六个小时 然后其他时间全在工作 基本上没有周末 就是你周末在家 同时要办公 就工作强度非常大 互联网公司里面 人是最大的资源 因为我没有什么固定资产 其他的资源其实很少 那个我觉得其实 点评他最专业的就是蔡明 对吧 你觉得这个央美的这位学生 值不值得 我就 其实我真是 这个 你看今天 第一个你说 做设计会能挣得低 做产品经理 助理能挣得高 但是你所有的PPT 和你介绍你优势的时候 没有半毛钱 与你能做好一个产品经理有关 你就回答我 你能不能给8K 我肯定不能给 OK 第二轮选择去活力 还有五盏灯 基本上都是互联网行业 我们来听下他们推荐的词位 我们刚有个设计师的需求 然后在岗位在深圳 那我是建议你从设计开始做起 但是呢 你会接触到其他方面的工作 然后后面可以转 去做产品策划经理 实体行业的话 我们有100家 那设计部也有 包括我们电商上面的话 产品经理这一块 我们是重点把控的 两个职位都可以给 我们推了一个互联网产品 叫五十宅 你要把五十套 每个房间里面的 所有的家具 窗帘 灯 全部都要配出一套 一整套的效果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产品经理的 要做的事情 我给到的岗位是 我们美拉杭州分公司的 家居品类的产品运营经理 在剩下的五盏灯当中灭三留二 去吧 我们谢谢你 非常喜欢你 你好 谢谢 非常喜欢你 谢谢 有请张博 蔡明 谈前不上感情 请揭晓 六千加三千是啥意思 我们这个公司是有绩效的 六千是基础薪水 然后三千是绩效 我的问题是 这两个岗位哪个 在学习产品不经理管理的能力上 就是能学的 就是你更多的是去设计产品呢 还是做产品组合呢 还是产品组合的背后是 考虑它的盈利性 它的利润 它的好卖性 这是不一样的 对 我现在给到了两个方向 你可以二选一 两个都是有管理通道的 就是你在基础岗位上 做扎实之后 因为这个家居品类 是我们刚刚新建的一个新的品类 所以你如果做得好的话 你是可以慢慢成长为leader 我们有晋升通道 来 15秒钟考虑一下 波罗妮 美拉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 我的选择是 是 美拉 去吧 谢谢 我对于这份工作 首先是很满意的 首先是工作地点杭州 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 也是时候走了 另一方面我觉得 我觉得设计这一行 其实真的是 设计师这个行业 真的是挺痛苦的 就是反复 在一个自己挣扎的 一个环境下消除 然后别人也会觉得 所以不会很认同你 我觉得很不错 就真的有点 我觉得受不了 然后如果产品经理 这也是一个方向的话 并且我觉得管理 也是我有兴趣的 是一个很好的房子 是很好的一份工作 我是一个职场小白 但是从初一开始 先后进行了 数十次的创业 因为我这个人 单打独斗能力非常强 但如果让我去 带一个团队 会均稳无畏 我也深刻意识到 我自己管理能力不足 我来非尼莫属 主要想磨练自己的 管理能力 诚实男19岁安徽人 苏州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专业 大家好 我叫诚实 今天19岁 来自安徽宿州 我在职场上 是一名小白 但是在以往的工作中 有大量的创业经历 先后进行了 数十次的创业 期间激励了 大量的人脉经验 今天来到 非尼莫属的舞台上 主要想寻求一份 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助理 或者老板 认为我适合的工作 谢谢大家 所以老师 这是我的简历 你19岁 怎么就来应聘了 是这样的 因为我之前 有很多次创业经历 然后我就想来 找一份工作 安稳一点 所以我就不上学了 人生在各个 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追求吧 并不是说不上学了 只是说 现在我挣钱更重要 挣钱更重要 对对对 怎么了 家里有困难了 是这样吧 初一的时候 我就开始 那个挣钱养自己 你初一就挣钱养自己 是这样 我家庭从小是离异 小时候可能就穿衣服 有时候一件衣服 都会穿一个冬天 这样 所以有时候 那天就实在是忍不了了 然后跟我父亲要钱 我父亲说 找你妈要去 然后跟我妈要钱 你就让我跟我父亲 去要钱 然后到最后 把我逼急了 我就说 好 你们谁都不要给我了 我自己出去挣钱 就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 就跑出去 然后开始自己创业了 初一就创业了 对 我的天哪 这是我听过的最早的创业者 你初一创业干什么 在我初一的时候 那时候淘宝刚起步 然后我家里 又是军人世家 就从我爷爷那一辈 就是当兵的 家里遗留了很多那些 什么炮弹壳 子弹壳 都是工艺品 然后我就把它挂在网上卖 赚了钱了 是 当时赚了挺多钱了 挺多是多少 就是当时每个月 大概是赚一两万的样子 我的天哪 初一就赚一两万 我们老师工资 当时才两千多块钱一个月 一零年一两万 还行吗 还行 对 然后那时候有钱了 就开始疯狂了 怎么了 然后学也不居上 吃饭 就请朋友 比如说到肯德基 一层就给包了 一层 对 包肯德基 我第一次听说 当时有些太浮躁了 这个生意呢 只干了一年 但是一年挣的钱 我一直花到初三 才花完 然后呢 然后就在网上 慢慢认识了很多的朋友 就开始一起合作 搞搞别的项目 当时第一个搞的项目 是3D打印机 在当时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噱头 还是已经有一家工厂 但是它做的是代工 然后我们就一起合作 做了这个项目 那这项目做得不错了 确实是不错 卖的话 卖得也很快 这算是自己的 一个创业项目 对对对 那后来呢 我这上面写着 你后来又做老板了吗 就之前进行的 那个创业可能比较多 还开了户外用品店 也是网店 你就说这个最大的这个 你说说挣的钱最多的 对 我们做了一个灰色产业 掏欠 你挣多少钱 基本上每天是120万流水 然后每天的利润 是大概一到两万 每天的利润一到两万 对 那你又挣了不老少的钱 对 当时确实挺疯狂的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件事 就是我当时和一个朋友 他也是创业的 然后我跟他关系非常好 当时我们看那个刀幕笔记 然后看了就有点 ZOHO入魔了 就想着 咱也去上山挖挖 挖坟什么的 然后我就从网上买了专业的设备 热成像仪 还有金属探测器 然后越野3D车 所有的装备都买齐了 谁家的仙人那么倒霉 被你挖了 没有没有 没挖到 我们在半路迷路了 然后丢了好多东西 还有什么奢侈的 其实奢侈 就是我挣挣摩前 大部分都是花给女朋友了 花给女朋友 你才19岁啊 我的天哪 你有几个女朋友啊 不多不多 不多 不多是几个啊 都是真心谈的 真心谈的是几个呀 一年可能五六个 还好意思说 一年五六个都是真心谈的 你这谈了几年 真心谈的啊 真心谈能一个谈两月 对不到吗 那你给女朋友买包包吗 我不会给她买的 我都会给她一张信号卡 让她拿去刷 我觉得面包与爱情 你要先有了面包 再去发展爱情 我的天哪 你比我专家还专家吗 我觉得 每一任女朋友 可以说 以我的观点来说 都是一所学校 每谈一个女朋友 都会教会我很多的东西 然后 既然是上学 学费是一定要交的 我的第一感受 其实这个小伙子 真的很聪明 在他做的以往的 各个生意里面 和他赚到的钱 包括他交往过 那么多女朋友 所有这些阅历 都是在我这个年纪 也无法出击的 我很难相信 我是面对一个 19岁的少年 很难相信 你现在还有存款吗 存款是负数 存款有外债 对 有多少钱外债 可能也不多 大概三四万 你今天来应聘 要多少钱 今天应聘 六千加起 满足得了你吗 你都赚那么多钱 低开高走 如果自己有能力 六千块钱 六千块钱 你怎么还债呢 不 还债 我有别的东西 我当时消洒的时候 买了很多东西 我都大表买掉了 那你赶快卖了 赶快还了 无债一身轻 重新开始 我觉得人还是 有点压力比较好 放在那一个债务 压着自己 可以让自己 变得不是特别懒 我突然之间 我觉得我好幼稚 真的 真的 不是 我这个人 就是一到 你挣钱到 像个91岁的老者在这 我人生越人无数 他说 有点债 有点压力 就有动力 但请问你 借钱的那些人 他的动力在哪啊 人家活该 把钱借给你 我不是找个人借的 我是找公司借的 其实有点压力 还是挺好的 我说了这么多工作经历 其实我主要是想 让老板认为我 我值我捡了一场 写的那六千元的工资 并不是说 想证明一些 其他的什么 你要应聘的第一项岗位是什么 项目经理 有没有地域限制 没有 全国都可以 你是真的要正儿八情 好好干是吧 是的 突然有个小请求 因为我很了解 父母关系缺失的情况下 因为在你重要树立 这个价值观 人生观的阶段 他没有陪伴你 而且你也离开了学校 有点独立过早了 所以你的是非观 稍微有点模糊 有点黑白 你理解我意思吗 理解 理解 所以我觉得 这是从我角度上 我觉得你要注意的一件事 还有第二个 就是你做的每件事 即使你个人创业 这过程中 也都不是很常情 对吧 跟你谈恋爱的速度差不多 基本每年就换一个项目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到了职场里 你得给我们有安全感 对不对 所以我也希望你要注意 我知道可能 去给别人打工不太适合我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我还是想沉淀下来 自己几年 多学习一些 就是公司里面 内部的一些事情 你能守规则吗 这个咱们事先说好 我会在 如果你不能守规 你就干脆不要再应聘下去 我会在这个大规则 触犯的前提下 然后 然后什么 利益最大化 这句话听得我 真的是直冒冷汗啊 这个对于公司来讲 非常可怕 因为公司可能会因为 有这样的员工 制定很多的规则 去弥补很多的漏洞 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成本 所以我本来特别看好你 特别喜欢你 但是你这句话 我是绝对绝对不敢用 我来这么来解释一下 现代企业最大的一个 最根本的一个治理条件 是股东利益最大化 而你在说的是你个人利益最大化 这两者是极端冲突的 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是在沉思了片刻之后 安然自若地说出的这句话 没错 所以说他身上表现出来的 根本就不是一个19岁的少年 我认为他的心智 至少在商场上的心智的成熟度 至少超过30 是这样的 因为可能我是之前 自己做项目做的太多 我自己就是老板 所以我会把自己的 那个利益最大化 在不触犯规则的情况下 所以说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诚实 疯狂又奇迹性的 一个成长路径 体现出一点它的不足 其实它在这个过程中 是没有一个老师 或者说导师在带它的 它的所有的成功 其实是自己 一步一步摸索过来的 不排除有商业 投机行为上的成功 但是其实从理念 或者说道德的角度 是缺乏一个指引 我觉得其实大家 换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我很少这么看问题 因为毕竟它是在一个 没有关爱的情况下 成长出来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用它 首先我们就要 从企业主 招聘主 这个角度转换一个角色 可能我们要扮演兄长 对不对 帮助它 关爱它的 这么一个角色 我说这段话 不是要讨好你 因为我原则立场也很坚定 我觉得你的一些灰色想法 确实应该放弃掉 对吧 你抱着一个像企业 学习遵守游戏规则的态度 企业也得换一个角度来看你 也得帮你 允许你犯错的机会 我觉得这样可能 今天的这个求之才能成功 对 我倒觉得 毕竟是不可能适应 是因为他以前 从来都没有机会 因为他从小就是要自己生存 自己要有利益 所以他从小都没有 这样一个环境 给他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相信他渴望的 也是有这种新的机会 那是不是一定要给他 倒是 那我们看看再说吧 看第二环节 他会展示一些什么 低伦环节去活力 还有十战争 天生我有猜 我用这个词来形容我自己 就是疯子 在社会上 我被教会了 学会了生存 学会了欺骗 也学会了保护自己 在生活的压迫下 我的眼里只有利益 这是你真心话吗 对 我觉得 我会把我的态度 最直观的对各位老板 对 你是很坦白 但问题是这种坦白 你觉得可怕吗 如果一个人心里面都无所约束 这也是上面还有一个词 曾经的我 对 就是说以前可能会太善良 现在可能说在相对的情况下 就是说不会太轻软 在商业里面 如果你是我竞争对手 我会尽一切可能 把你从这个危险的地方排除掉 下一 第一张照片呢 是我进入金融行业挣的第一桶金 这是我做的第一个项目 也获得了比较好的成交量 下一页 谢谢 然后这是后来开了一家户外用品店 我们店的爆款可能是一把斧头 从一开始 斧头是几只几只 或者几十只几十只的进货 到后来可以看一下 是几百只几百只 再到后来 开始从批发开始转成供应 供应这些批发的人 这个就是我做的3D打印机 这个就是我半年前开的一家密室 套舟店 然后刚开始租的时候呢 它是将近在毛坯的一个状态 然后面积大概在四百平 屋子呢大概在十一间 这个呢 其实当时是一个女朋友 她说她想玩 然后我就偷偷给她租了一间房子 然后开始自己设计 开始自己做 然后一直用了半年的时间 半年期间都是我带着我另一个朋友 一点一点装修出来的 下一页谢谢 我给我自己总结的一句话 也许是安逸得太久 久到连跌倒都不会再爬起来了 其实每一步成长都是一个脚印 深刻地印在我的心里 谢谢大家 看完诚实这个 我有两点感受 第一点感受 确实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孩 第二个是比较让我比较难受的一个点 就是在她第一页里讲到的三个关键词 挣扎创造和毁灭 然后等于疯子 我一直在思考是不是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她一直希望别人关注她 所以在她的那个PPT里 要以这样吸引人的词去来求关注 我希望这是一种可能性 另一种就像您刚才讲到的 她可能经历了她自己的家庭环境 使她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是这个样子 就是她是在一个中间状态 其实她并不是一个坏孩子 需要一个引导 如果能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引导 她就可以走到一个特别好的方向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大家都说中了 可能大家把她想象的太过于负面了 她也把自己想象的太过于负面了 其实并没有 我在旁边看 以一个母亲的角度 我觉得她很正常 很好 她用的词很利的话 那是因为她的阅历有限 大家不要被那些字眼所下注 大家所理解的东西不一样 她没有我们想象那么负面 你也没有看到那么社会的黑暗 你只是生活有点累而已 人生总是有好事与坏事 从小谁都做过错的事情 不能说一味地说负面经历就是不好的 它也是人生成长路上了 一块儿必备的基石 我总体来说呢 这小伙子干的大部分事呢 都跟捞片门有关系 我认为你最大的问题呢 是你的朋友圈出问题了 你接触的全是这个 然后你迅速地能够分析到利益从哪来 所以呢 作为一门生意来说 你迅速看到了机会 可是你的朋友圈子 你看到的都是这类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问题就出来了 那么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 你这类的事情 你还想继续做吗 是这样的 如果想继续做这种事情呢 其实还是有很多回测的项目可以操作 但是我如今不想再这样做了 我只是想找一份工作 为什么 年轻不懂事 现在可能知道了代价 其实我非常同意刚才尹总的 就是说法 就是我们把这个 把它给想复杂了 其实我个人认为 他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一个人 就是说他对什么感兴趣 他就会做什么事 所以相反我对他的求职而言呢 我更相信是他 可能是以前的生活累了 然后想打打工试试 从来没打过工嘛 体验嘛 人的最重要的 一个是体验 一个是选择嘛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的想法 第二个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用它呢 其实倒不至于上升到什么政策 法规啊那些 我相信没到那个之前 就因为很多分歧已经谈崩了 他就会已经离开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也不用上升到那个高度 然后第三个呢 我觉得为什么我说 他是想体验一下 打工的这种工作呢 然后他提出他要当项目经理 对吧 你知道什么叫项目经理吗 负责一个项目的运转策划 还有一些决策性的意见 项目经理呢 就是说他是在有限的时间内 利用有限的资源 来达到品质 合乎客户要求的 这么一个工作 这是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呢 有两点 我为什么觉得 你肯定不知道 项目经理是干什么的 首先你那个总结上写的是 一人成狼 人多如羊 项目经理就是管人的 项目经理就是带多人的 而不是一个人在干活的 所以我是觉得呢 想一个自己的生意 自己做 然后诸位呢 如果要想聘用他呢 其实也没有那么 我觉得也不用有那么大的 心理负担 找一个小的创业项目 让他去干 也没问题 但是项目经理 你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刚才说了好多你的事 你听了以后什么感触 你希望如果将来 聘用你的这些老板 和企业当中的同事们 因为你没有过同事 你希望同事们 跟你怎么样相处 不用把我当作一个 说经验很丰富也好 或者说你有 曾经怎么样怎么样也好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一个普通的学生 今天来这里找一份工作 你会跟他们交心吗 看情况吧 看情况 用这个孩子 要花更多的精力 也许会冒一定的风险 他就有点像 皇帝的新装里面 那个小孩 说你没穿衣服 那小孩差不多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用它 请慎重地推荐自己的岗位 第二轮选择 去货流 还有发展灯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他们推荐的十位 工作岗位在上海 我们大客户销售经理 或者说我们负责代理商的 渠道发展工作都可以 我们先从销售做起 接着咱们看你适合哪里 再转成项目 那我能给你的一个职位呢 是金刃珍珠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 一个店铺运营主管的工作 我需要一个投资助理 KVG现在给你的岗位 就是项目经理 会让你在创新研发的中心 去做一个新的项目开发 是一个在北京的 做户外装备和旅行结合的 一个项目的项目经理 那么我这边给到的是 美拉在杭州分公司的 电商类目运营经理 我直接给你我们总裁办的 管理一个培训生 八盏灯要灭六盏 留两盏 去吧 终于在电视在现实里看到阵营了 不舍 不舍 挺不舍 谢谢 他年纪跟你也差不多的啊 嗯 哎我头一次被人留灯这么激动哎 挺高兴的 他们说他是选了一爸爸一妈妈 我愿意当他哥哥 哎你留这俩是 因为什么呀 呃 直觉 直觉 对 你开始用你的直觉 而不是用你的理性了 对 对吧 我觉得进入一个行业 进入一家公司就要赌一把 然后如果既然选了进去 就要踏踏实实干 嗯 很好 来接下来我们有请陈浩 尹峰谈钱不上感情 六千八千 来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呃没有了 那个我我也有问题 因为你刚才对互联网金融感兴趣是吧 呃对因为 我我我我简单讲 我投了三家互联网金融企业 其中有一家是细分领域里的第一 还有一个 我希望你在总裁办 除了学习企业的方面 如果你想路走得更远 把物理啊数学啊英语 稍微的了解一下 看一看 其实对你的未来发展更有帮助 好吗 好的 谢谢 15秒 咖啡之意 优胜教育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优胜教育 对吧 进入企业之后呢 我首先准备潜心学习一下 跟前辈 公司的前辈 学习一段时间 然后再开始 自己闯一闯 我是一个有目标有想法的人 我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为工作做准备 在校做过兼职 创过业 有着很多不平凡的经历 如果你帮我一把 我会把我的青春奉献给我的工作 郎帅帅男 22岁河南人 河南科技学院 机电技术教育专业 尊敬的主持人 各位老板 人力资源专家 及在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在这儿不要只关心我的外表 我希望你们能看到我精通电脑 在我的眼中 老实不是老实 是低调的成熟 新郎很帅 我叫郎帅 我也自己代言 大家好 我来自河南科技学院 本科在读三年级 在校担任校学生社团联合会主席 机电学院团委书记助理 大二担任校最大的社团 交易五协会会长 大三创办社团 荣获全国百强创业社团的荣誉称号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想真心诚心 下定决心的应聘一份 市场部部门助理 活动执行 或活动策划 产品设计 及销售等岗位 谢谢大家 谢谢图雷老师 你这名字好好听 狼帅一帅 我奶奶起的 当时我出生之后 就随便起个名 叫狼帅帅 然后我弟弟 两年之后出生了 就叫狼二帅 狼帅帅 狼二帅 你平时 平时说话也是这样吗 这样 就我有一个缺点就是 为人处事 就是有时候表现的 比较官方一点 我这上面写 你是一个特别有计划性的人 是 因为我是一个爱记录生活的人 可以说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会记录 记录生活 记录梦想 记录读书笔记 记录生活感悟 记录自己的犯了错误和反省 甚至还有一次表白失败 表白失败 对对对 这个你也记录啊 然后你总结了 怎么改进呢 我要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参加各种活动 教各种的人脉 在各种平台发展 然后去充实自己 让自己本身去成长 然后当你达到一定高度之后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因为优秀而被吸引 因为吸引而被爱 因为被爱而学会了爱 这就是爱的过程 所以说 如果我要去爱的话 我首先让自己优秀起来 你说话好一套一套 这就是我的一个缺点 就是有时候表现的 官方 对对对 就情不自禁地表露出来 就比如上 有人跟我聊QQ 他说在吗 我说你好 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我是这样说 因为我给 在吗 你好 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对 我基本上 可以说我在生活中 是一个特别喜欢帮助别人 然后他们基本找我做事 就基本上有求于人 那你帮男生多 还帮女生多 都多 小文你有个问题 你刚才那个表白 也是俩人不认是吧 表白的是我学姐 就你这表白对象 不怎么见面对吧 见面 也就因为在一个社团 他是手把手 教我跳那种交易舞 然后他有点那个 我被吸引了 很gentleman那种 你来你自己 挑两段我看看 实际上这是第二段互动 没事 现在来吧 你们谁会跳交易舞 有没有 有没有 来来来 妮娜 等你很久了 麻烦那个老师 不行放一下我那个平四 北京平四的音乐吧 对 好像广场舞的节奏 一直在不知道的远方 特老师您不知道 整个过程当中 他其实都没看我一眼 好认真哦 对对对 但他很认真地目视前方 不 舞伴之间是要对视的吗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是是 我觉得就是我就很紧张 然后他几乎就把我隔离在外 好 来 谢谢妮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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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干什么事都那么认真 那么浪漫的事 给你干的这么认真呢 性格吧 我觉得你性格当中比较木讷 你刚才跳的是慢的 咱们来手快一点 再看你迸发一下怎么样 有快的 有快的 给他来个快的 他没有准备这个舞蹈 没关系 你就我就看 让你解放一下自己 你太闭塞了 给他来一段狂野一点的 还这样干什么 狂野一点 狂野的 就是就是跳出自己的心声 来吧 来吧 谢谢这个是吧 还 还 还这样 那 你随便跳呗 那来个慢摇吧 慢摇 谢谢 这是进行人品 没电了吗 这是快摇 不是慢摇 这是快摇 快摇 你这次来要应聘的是什么岗位 市场部部门助理 活动执行或活动策划 产品设计 或者是销售 等其他岗位 最低心情不低于多少 实习我就知道 知道我自己要求 就是三千家 三千家 最好能管住宿 地域限制吗 是 随意 随意 对 来 第一轮选择去活力 天生我有才 你怎么了 你是小帅哥 你也念 你不是喜欢颜值高的吗 不够零 你认真是个 非常好的工作态度 但是我还希望 在认真之中 你能多误出一些东西 能够学会跟人去沟通交流 不一定是语言上的交流 肢体 别气馁 他的意思是说你太好了 他喜欢坏坏的男生 谢谢 来来来 金生我有才 除了舞蹈 刚才的舞蹈还准备了什么 是一个创意性的策创意性的策创意性的策划 是我在校带的一个大学生创业项目 然后结合一个心理宣泄式 一个做的一个创意策划 主题是研磨时光 说到这的话 我首先给大家带一下 我在带这个大学生创业团队项目的时候 有一部分产品展示 您先拿两份 这什么东西 肥皂 手工皂 小的是唇膏 大的是手工皂 谢谢 北京的天气特别干燥 就是带这个唇膏的意思 就是让大家再涂一下 然后手工皂就是 北京天气污染比较严重 就是洗一下 说到这个项目 大家手里也拿有手工皂 可以说这个照是一个叫研磨照 然后我这个主题叫研磨时光 是结合以什么为背景 第一是学校里应该有那种心理宣泄式 或者贵公司 也有可能有心理宣泄式 贴上照片进行殴打 但它在殴打之后 在现实中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个为背景主题就是 在校大学生 然后有那种心理咨询室 但有的心理有问题的 不愿意对于进行专家沟通交流 以这两点为结合背景 我们 我的这个创业就是在一个 布置一个温馨的环境中 温馨的房子里 特别温馨 然后尤其针对是在校大学生 心里出问题 尤其是女生情感方面出问题 然后在一个温馨的环境中 他进行这个手工造的制作和研磨 然后身边有专门的心理老师 给他讲解这个制作过程 我磨 我磨死你 不是 在这个制作过程中 是制作很有意思 制作过程中 同时给他缓解心中的压力 缓解心情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去传递正能量 去传递爱 同时他自己做完这个产品之后 他可以拿回去馈正亲友 同时他可以自己使用 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传递爱和正能量 有效果吗 因为这是一份策划 肯定有效果 这是一个 就是刚才结合那两个 你问一下 他们会有效果吗 大家觉得合不合适啊 可不可以排挤失恋的痛苦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 男生都说不可以 来把话筒拿过来 为什么 因为人都走了 做造有啥用啊 人都走了 说得特别好 你回答 他说人都走了 做造有啥用啊 你人走了 是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你来这儿 还能做个照 自己使用 而且可以给你传递爱 正能量 不是他给的爱 我不要 不是他给的爱 他已经给了 所以他有些女生说是没用 人都走了 做造干什么呀 你不越做越痛苦吗 你不做本来没啥 你越做越做越流泪 越做越流泪 越痛苦 姑娘 祝你早日走出来 我觉得帅帅 你面试到现在 从头到底 你唯一的优势就是认真 除了认真 只有认真 对 而且你应聘那么多的岗位 我想跟你讲 职场 你在应聘的时候 不是说我可以做什么 而是你一定要确定说 我能比大多数人 做得好的是什么 否则你怎么去竞争 是吧 你要做销售 要做市场 要做部门助理 其实这三个岗位 所需要的核心竞争力 是完全不同的 对人的本质要求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搞明白 你的竞争力是在哪儿 一个非常认真的男生 但是多多少少 少一点变通 具体的考核怎么样 我们看你们提供 什么样的职位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还有九盏灯 听一下他们推荐什么职位 从黄金明开始 我给你的岗位 有两个吧 要得选吧 一个是在上海 一个在北京 也是负责我们这个 还是负责招商招盟 这块的 好吧 那么我给你的岗位呢 是可以尝试做培训 金润珍珠给你的岗位呢 是金润珍珠电子商务公司的 整合营销部的经理助理 我觉得你是非常 非常适合做一个活动执行 对 咖啡机欢迎你 给你留的岗位是管培生 输出发行第一个是 未来成为营运管理干部 第二做基础培训 现在就可以胜任 第三如果你对市场感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进入这个部门 未来在这样端端真正的基础上 会有无限的想象力空间爆发 探路者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我们这个在北京的 探路者旅行的市场部的活动执行 这我给你的是我们 加盟林所事业部的管理陪训生 推荐你去尝试两个岗位 一个是运营支持的助理 还有一个就是培训岗 我们也需要很多执行岗位的人才 所以给你的这个职位是市场助理 九盏灯灭掉七盏六下两盏 去吧 有请真浩颖风弹前不算感情 问一下就第一方面就是 住宿方面 包住吗 就我识计生 只要是进入咖啡之一系统的人 都包住 我觉得吃住应该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说了半年就是不包吃住 15秒 探路者咖啡之一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咖啡之一 一到两年掌握绝对的行情 和自己的优势 两到三年在这个行业 做到中城管理城 五年以上做到靠近 总经理这一职务 我是一个比较闲不住的人 从高中毕业开始 就一直从事各种兼职销售 也是挑战自己的一个过程 人还是得有信念 我觉得就一步一步地 自己好像慢慢变得更好了 我叫李庆娇 今年26岁 来自山西运城 我是一个危险意识比较强 也比较闲不住的人 从高中毕业开始 就一直从事各类兼职销售活动 然后大学毕业至今 也一直从事的 都是跟销售相关的工作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运营专员类 助理类或销售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什么叫危险意识很强啊 就是喜欢做什么事之前 多想多做 然后给自己充足的准备 然后就是安全感就比较多 你90年的就离异啊 对 你是快闪婚闪离啊 你这是 我们是大学同学 然后再一块三年 就觉得大学毕业了 就应该 反正都得要走 迈向那一步嘛 然后就 毕业就结婚了 对 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子 然后我就想的是 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买房子 但是 她的那种安于现状 让我有点接受不了 在一次争吵中 然后就离了 结了多久啊 半年 半年 对 就离了 对 我觉得很清帅啊 就那么一次吵架 没有大的问题就离了 因为 就是结婚之前 就把什么都想得可简单了 但是结婚以后发现 好像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 现在还想她吗 不想 我觉得我既然做出那个决定 我就不会后悔 而且我坚信就是 会遇到更好的 更适合 遇到了吗 现在我有比 遇到 遇到合适的那个人 更重要的事 什么事 然后就是 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 哦 我这上面写很多事啊 嗯 我都感觉她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女生 这里写你整股自恋的男同事是咋回事 有个男同事就特别自恋 然后就是你平时多看他一眼 然后他就觉得 你 这女孩肯定喜欢我 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那么亢奋 然后就聊整个公司的事 然后就聊了很晚很晚 然后突然之间就说起那个男同事 然后我就给他发了条短信 然后结果人 就是害得人家一整晚都没睡觉 你说啥了 我说其实我挺喜欢你的 他本来就自恋你 还招他干嘛 你离婚之后很闲嘛 不是闲 我就觉得很享受个人时光 我这里还写着一件事啊 这件事我倒觉得是 该是给你加分还是不加分呢 他说他最难忘的一件事 是帮助客户打了一千块钱 这个客户至今未还 他还一直认为自己没有上当受骗 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大学就是干电话销售的时候 我们组上的组长 然后就在他的那个客户群里 就发了一条消息 他的一个朋友的朋友 孩子得白血病了 等着人捐款什么什么的 大概就是那个意思 我就觉得我可以帮他了 因为这个事 然后是组长的 朋友 朋友的朋友 然后我就觉得 既然这个事是真的 因为刚开始我也有点质疑 这个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呢 所以我就 他下面有那个银行汇款的那个账号 我就给他汇了一千块钱 然后后来就汇完了以后 还打电话 跟人说了一声 人家说呢 他一定会记下 还留下了我的电话 给你回馈了是吧 对对对 再就是过了一星期 然后我只是想打电话 问一下就是情况怎么样了 然后就是打电话 就是一直都是关机 因为我当时还在电信上班 然后就有可以查到他的那个状态 状态 然后我一看是欠费了 因为月初嘛 欠费了 然后我又给他 就是我想的是 人家应该是特别紧 你给他充话费了 对 充了多少钱 充了一百 然后呢 然后就是再也没有打通电话了 后来在问我们组长的时候 我们组长说 他也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真的 只不过是就是有朋友转发了 他就转了 现在在朋友圈里 经常是发生这样的转发 转发的人自己也不知道 这事是不是真的 但他就把他给转发了出去 然后另外一个人不知道 他又转发 就类似于像说 我的朋友开了个店 加了我的微信送东西 然后你就加啊加啊加 加了很多人 到最后啥东西也没看着 对 我就上当受过骗 你都上过当受过骗 你这么聪明 我朋友转发 说这个一个男孩 断了腿多惨 但是我第一反应 我说那我就送他一轮椅吧 我还让助理去联系他 结果等这个轮椅前 会过去以后 我觉得自己上当了 因为他马上就回过信息 再说 他想要一个运动款的轮椅 我还说要给呢 我助理说 不会有这样的人吧 说如果你真有困难 你能买一个轮椅 你主动给 已经很好了 哪有上赶的 还要个运动款呢 如果他有点反应 然后我就坚持说 只打那个 结果人家说我没同情心 说你差这几百块钱吧 这时候我确定了 这是个骗子 每个人在行使自己善良的时候 把他行使在刀刃上 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别蒙稀里糊涂 结果给了个骗子 不 我觉得你心够大的呀 我觉得她 这是个很活泼心很大的女生 你很快乐 我可以自己寻找快乐 然后就是 这也是生活减压的一种方式吧 你今天来应聘什么工作啊 运营专员 就是助理 还有销售 你要多少钱一个月啊 五千 有地域的限制吗 没有 来吧 这么一个心大 善于寻找快乐的女生 你们是否愿意 给她一个机会 第一轮选择去火流 好 这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活有才 这女孩不好啊 人很好啊 这个 但是我觉得 她的职场的这个 规划很混乱啊 所以因为你的简历 让我都看不明白 刚才我还在问呢 为什么赚这么多钱 又怎么怎么样 我们俩还在探讨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 可能还没有 做好进入职场的准备 你只是有个态度而已 妮娜呢 真的是没有找到 就是可以用她的那个点 就是我还是说 职场就是战场 你的竞争优势在哪 我问一下四位专家啊 像她这种没心没肺的 适合做销售吗 这个姑娘属于 生活糊涂 工作糊涂 目前看来好像不太适合 做销售 我们还是需要有 独定的目标 有清晰的逻辑 和严谨的思维 这样可能比较适合做一个 能接地气 能有好业绩的销售 那她适合做什么呢 她没心没肺 但很阳光 很善于找快乐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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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又打一千块钱 给人家没钱了 上两个 有客户意识吗 关爱客户吗 对吧 我觉得这姑娘呢 其实还是挺适合做销售的 刚才人力资源的那个提的 有点太专业了 你并不需要她做一个 完整的一个部门的规划 你就看销售 销什么也行 那相对那个 价值链比较短的嘛 咱们试一下嘛 把他们那家具卖给我嘛 正好我在装修 把伯罗尼家居 卖给那个尹峰 尹总您好 最近 您最近就是新买了房子 是准备装修吗 是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有一个强大的 强大的那个公司的后盾 然后就是 他们会提供一些信息给我们 你用不着回答他这个问题 要尽快进入主题 然后就是我们这 我们这有一款 就是特别适合您的 就是品位和象征的一款 就是一款沙发 然后它这款沙发 然后是采用的 您怎么知道 我们家要一款沙发呀 因为您 因为您买了房子 肯定得装修呀 装修完了以后 您肯定得就是搬 肯定得买家具入住呀 我只是装修房子 我家具现成的呀 我从旧房子 你搬过来就行了 可是我觉得这款沙发 真的很适合您 为什么呢 卖鸣怎么办 大家具体质卖不出去 怎么办 对对对对 你就说你都换了个家 你换个好心情 你就过去的东西 留一两样 最珍贵的留下就行了 所以蔡总 你沙发长了 它里边会有满虫的 你知道吗 你坐长了 对吧 你换一个新沙发会更好 蔡总 所以销售还是需要一个 好的嘴皮子 你知道吗 快速的反应还是要的 其实我倒觉得 我们有标准的说法 对 有标准的画术 画术 她性格其实确实不太适合 因为比如说销售应该是 别人不让你说话 你都要主动去抢着说 但是你刚刚就说 这款沙发很适合你 然后你就停住了 还得人家问说 为什么适合我 今天看大家能不能给你 一个基础性的岗位工作 你能接受的 可以 我奋斗 我努力 我最棒 我能行 对 虽然离了婚 但我还可以开始 来 第二轮选择虚货流 来 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推荐的职位 广州有个天猫的客服 客服专员 那我给你的工作岗位 跟广州很像 也是客服专员 然后工作地点在北京 就是行政文员类的 我给的伯洛尼的 北京的职位 有三个 一个是我们的 这个家居顾问的销售员 第二一个呢 是我们的小区营销 第三一个呢 是我们的售后的 那个我们叫中厂运营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在我们 探路者旅行旗下的 一个做高端的旅行 定制部门的一个销售 基础销售 那它的主要销售的产品呢 是基于全球的 这种高端定制旅行 然后我也会给安排一个 师傅带你 然后呢 让你把这个 全球的旅游的这个目的地啊 熟悉之后 然后找到适合的这些客户 然后呢 对他们进行营销 我觉得其实 目前来讲 你做销售和做市场 和做运营 可能都不是特别合适 但在用户运营里面 我们会有些专门 留存和吸引粉丝 留存的一些小的内容 比如说段子手一类的 最起码全场下来 我一直都是在 他可以 他可以 对 都是在笑的 他经常都是 搞一些无理头的东西 反而会吸引很多粉丝 我倒觉得 从这个点上 也许我们可以 从这个角去切入 谢谢 六盏 你也四盏 两盏 去吧 谢谢 有请真浩 蔡明 弹琴不上感情 五千五 四千五 这是试用期的工资 请问五千五 是试用期还是正式录用 其实我们这个岗位 起步会 实际会更高 所以 这是正式录用的是吧 对对对 来 有问题可以问 没有 没有问题 对 这么笃定 对 来 15秒钟考虑一下 探路者 波罗尼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探路者 爱旅游是我的一种兴趣 我愿意分享给所有的人 希望以后自己可以更好的提升 菲尼莫属由港容真蛋糕独家冠名播出 港容真蛋糕菲尼莫属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火 菲尼莫属由一瓶百搭 国本精华油特约播出 菲尼莫属由一瓶百搭 国本精华油特约赞助 应聘成功的选手 将获得由国本精华油和国本美白白骨经理合一份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林志玲专属太阳镜 报名菲尼莫属请将简历投资邮箱 菲尼莫属的全屏2010h126.com 谢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